白色小轿车车体翻覆 四轮超天 车身一半卡在树林 一半已经掉落在水流团体的野骑中 怪手小心翼翼的将小客车吊起 车身上多处布满土石泥沙 玻璃车霜也都碎裂 板筋凹陷 被勾起时车内还不断流出泥水 白色轿车瞬间变成泥黄色 挡风玻璃全毁 引擎盖也翘起 连车门都变形 需要靠人搬开 驾驶座上也都堆满了泥沙 还好驾驶在第一时间自行脱困 这起土石冲走车辆的惊险意外 就发生在嘉义县竹骑乡 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阵雨 让一条马路断裂成两半 落差达到一层楼高 开车经过的小客车驾驶 就这样连人带车直接被冲下野稀 还好西边的这片竹林捞住了车身 减低冲击力道 前辆驾驶只受到轻伤 减回一命 台风店出门开车开到路都塌了 人车瞬间坠溪 生死一瞬间 幸好驾驶命大躲过了风灾死劫 借后国文苏一欢嘉义报道